我們就一組一組來好不好 Eason就是射手座 你真是我見過最詭異的射手座 因為是神經太大條 才會一定到你遇到這種事 火象星座 因為我們是三個一起講 所以我們就會比較ROUGH一點 火象星座 太陽或上身 在牡羊 獅子 射手 其實今年工作運很好 整個下半年非常非常的忙碌 而且你的忙碌是因為 別人都指定要你 所以其實你可以 好好的去爭取那種曝光度 讓別人認證就說 這件事還真是非你不可 比如說我就是要Eason 你來做這個系列 所以你知道火象星座 如果夯到一個程度 忙到一個程度 你很可能會想要成立工作室 某種程度我覺得 它並沒有非常非常強旺的 房地產運 但是你可能會動心起念 除了弄辦公室跟弄工作室以外 你也有可能會動面頭 譬如說多請一些員工 請一個助手助理 其實錢也有可能就左手進右手出 所以如果搞一個工作室 或弄個房地產 會比較把你的錢留下來 因為這一組也非常有可能 會把錢投資在譬如說器材 工具上 頭像星座其實今年是有偏財運 太陽過上身在 金牛處女摩羯 所以有可能倘若你是屬於 因為你們有大筆錢的進出 如果是大筆錢的進 那就是賺錢 就是分紅 當然前提是 你可能是有做生意或你有投資 要不然就是 你為了未來著想 最近應該有人邀請你去投資 所以你有大筆錢出 是在投資 所以OK嗎 OK嗎 可以去嗎 可以 可以 你們的運滿強的 但前提是你功課做主了 運的方面可以去的 對 運是可以的 運是滿強的 但如果是Eason跟他投資 找他投資 應該不會這麼想不開 不要抱歉 不要抱歉 好了 土象星座 應該最近不是在 我說如果是大筆的進 比如說生意很好 就有可能考慮把那個工作室買下來 比如說 就想定下來了 覺得風水好什麼的 還有土象的強運 除了大筆錢財進來以外 也有可能得到遺產的匯贈 或者是類似離婚 但是分到比較多這樣 就這一類的 這就是偏財運 這就是所謂的偏財運 好 所以如果土象星座 本來沒有考慮什麼要購物 但是如果有這麼一筆財 就有考慮了 那個時候可能就會 產生一種衝動 就是我想要 因為投資房地產 也是大筆的錢出去的一種 做生意的方式 把它當成存錢的方式 或者是一種生意的投資的方式 所以土象是有可能 在你財運越來越好的時候考慮 但是如果不是因為有這個 意外之財或偏財或生意分紅等等 你可能目前是比較平靜的 沒有考慮到怎麼投資房地產 因為運還沒有到 雙子 天平跟水平 如果你上升星座在這裡的話 恭喜你 你是這四組裡面 房地產運最好的一組 謝謝 謝謝 第一 就是如果你要購置房產 或者你想搬家 你是有機會遇到 條件比較好的屋子 所以趁這個下半年趕快搬 然後你也有貴人 譬如說你沒有動這個念頭 但是旁邊的人會一直跟你報買 就是我跟你講 我朋友那間房子很棒 你要不要來看一看 你要不要搬到那邊去 然後或者是你還在猶豫 但是旁邊的人會一直推動 而且你的確有房地產運 你也比較容易遇到好的房仲 或者是好的物件 就是也好的物件 就是這個地段用這個價錢買 大家覺得很夢幻之類的 其實水象星座巨蟹天蠍雙魚 如果你太陽上升在這裡 最近有可以處分房地產 就是說比如說你有 可以轉手賣 然後會因為房地產而賺錢 所以房地產對你來說 是一個賺錢的方式 譬如說實在是太划算了 所以你要趕快去進購 因為你聽到太划算 然後動了這個念頭 其實你根本就不需要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有機會賣到好價錢 你可能有兩三 假設有兩三間 比如說父母的房子 你也可能考慮 要不要趁高點把它賣出 就是基本上是為了錢做考量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 你是為了孝順 比如說想要讓爸爸媽媽 住好一點的房子 想要把家人湊在一起 有這樣的想法 你才會想要去搬家或買房子 我覺得這一點 是不足的 還可以搬家 什麼時候 我都沒有要去 你很厲害 你 magnetic燈 你能讓我來 買房子 這麼發車 您的假設 故作者 它們